開跑記者會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西娜 大家早安 早安 感謝各位今天風雨無阻 不會寒冷來到我們現場參與我們今天的記者會 歡迎先給各位 跟進各位 邀請各位給我們一個掌聲好嗎 今天的掌聲就是給予今天現場一位的所有人們 感謝你們今天的支持 移工文學獎是專為東南亞藝在台 港澳新馬日韓的移民移工所舉辦的文學獎 非常感謝也特別感謝文化部臺灣民主基金會 城市教育基金會方興州董事長 童子賢董事長 這六年來一直支持著移民公文學獎 今天也特別感謝保育小站提供這樣舒適的環境 給予現場的朋友們 精神科學 variation 今天我們有非常多歷臨的嘉賓 那我們要接下來邀請我們所有唱名的嘉賓 그러면站起來我們會不會然間向現場的各位 看一下好嗎 可以嗎 還是你們在原地 會會想讓大家認識一下你們好嗎 首先 我們也要邀請 competition 負局明華慶文學獎 接下來我們要邀請移民工文學獎發起人第一屆 陳芳明教授還在趕來的路上 我們稍後再邀請他兩項 接下來我們要邀請中華外籍配偶暨勞勞工出身協會 現任理事長 潘純蓉韓理事長 再來我們邀請中華外籍配偶暨勞工資深協會 現任理事長 黃昏廷王理事長 以及我們2019年第九屆移民工文學獎決選評審 小野老師 還有我們2018年第五屆澳門特別獎得主 曾偉林真先生 還有我們2017年第十屆澳門特別獎得主 Eddie女士 讓我們歡迎 以及我們移民工文學獎 召集人張正老師 以及我們嘉義領館處張貝張處長 還有我們今天呢特別邀請到 Melinda Melinda where are you 謝謝Melinda 我們有趣的獎得喔 以及我們天下獨立評論主編 邀雲章 廖老師 我們非常感謝我們現場所有與會的貴賓 以及我們的優選得主 優選嘉賓們 今天既然我們來到了移民工文學獎的開跑記者會 怎麼可以沒有移民工的文學代表呢 今天我們特別邀請到2017年的優選得主 來自印尼的Eddie 要為我們原因重現這個得獎奏品 紅色 故事書寫著已婚看務工 以及雇主爺爺之間的愛媚情慾 這段充滿罪惡感的關係 最終呢化為了浴室的一台紅色鮮血 接下來我們要邀請Eddie 為我們以他的母語分享其中的段落 Let's welcome Eddie 大家好 好 Let me introduce myself My name is Eddie Nurhalima But I use writing My name is Eddie Delova I am the winner in the Taiwan Literature of Migrant in 2017 And this is my honorable since I am working in Taiwan about 7 years over And I hope with the Taiwan Literature of Migrant And all migrants in Taiwan can create their story Can create what they are feeling Oh since when they work and living in Taiwan And I also want to say thank you to Mr. Zhang And all the event organizers in this event And I also want to share Taiwan the 정부 Yes Taiwan is very nice country where they support us in our organization And this create the big evil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very much Sementara aku tahu Perutku akan semakin membesar Ku selancari internet Mencari tahu apa yang bisa kulakukan untuk mengatasinya Hingga dari seorang teman Indonesia yang tinggal di daerah lain Aku memperoleh bantuan Ia mengirimkan obat yang didapat secara legal Ku pelajari cara memakainya Tidak Ku rasa Aku butuh dosis double Atau triple Karena sepertinya kehamilanku sudah 5 bulan Aku melakukannya Ku pakai obat itu dalam takaran tiga kali lipat Dan beberapa jam kemudian bereaksi Keloser duduk bemerah Ketika perutku terasa anjar Dan sesuatu keluar dengan cepat kebawah Lalu cepatku sirap hingga bersih Sambil menggigit bibir Ya Allah Dosa apa yang telah kulakukan ini Namun ini telah terjadi Merah Semua merah Mataku merah Hatiku pun merah Aku menukar mata depan dengan warna merah Yang mungkin Harus ku pertanggungjawabkan Kepada Tuhan Di akhirat telah Aku menangis Sementara mereka yang di luar sana Hanya tahu Bahwa menjadi TKW M mendapatkan uang banyak Bisa membangun rumah di kampung halaman Dengan uang bulanan yang cukup besar Ketimpang gaji pegawai di Indonesia Tapi Tak ada yang tahu Bahwa banyak hal yang kelam yang terjadi di sini Dalam perantauan Yang kupilih sendiri Tak ada yang tahu Bahwa hatiku remuk reda Lelah dan tekanan Bercampur menjadi satu Seperti juga Merahku ini Terima kasi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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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鄉的親人、孩子、父母一個更好的生活 在Eddie剛剛朗讀的過程當中 雖然我們跟她的母語沒有辦法很直接的連結 可是透過她情緒的張力 我相信你們應該都有感受到 作為一個母親她願意為家庭的犧牲奉獻 以及這個增長法 我們再給Eddie一個熱情的掌聲 這部作品其實目前已經有導演想中了這部作品 已經改編成我們的電影劇本 相信之後不久我們可以欣賞到這部作品 在螢幕上跟我們見面 接下來我們會邀請現場的貴賓 跟我們說幾句話分享 那貴賓致詞分享結束之後 我們會有一個記者合影以及聯訪的時間 首先讓我們邀請我們今天的與惠貴賓 林務局林華慶林局長跟我們說說話 謝謝 阿倫老師還有今年給選的評審 小悠老師還有在座非常多抗疾關心 我們這部民族群的朋友伙伴 還有在座的美女朋友 當然包含我們林務局的團隊 大家早安 好 我知道大家會不會覺得很奇怪 尤其是可能歷年來 可能都有關心這個獎項舉辦的朋友們 我們今年的合辦單位變成林務局 其實我個人之前好幾年前就認識張正老師 其實我之前在我前一個服務的單位 就是國立台灣博物館 當時也曾經組成了博物館跟死邦報 從第二屆開始 總共前後合辦過好像三次 那是因為我是在103年到105年之間在 台博館服務 我發現到台博館的假日 尤其是在那個本館 就是館前路的那個本館 那個廣場周邊還有就是所謂的228公園 也是非常多移工或者是 東南亞的心意 常常會假日在那邊聚會 但是我們觀察到他們 從來都不敢走進到博物館 那後來我們私下就個別詢問才發現說 他們看到這個很雄偉的建築 覺得這是一個很高貴的地方 一定是只有台灣人才能進去的 所以後來那時候我們就從文化評券的角度 邀請這些移工朋友們能夠走進去 但是走進去裡面的所有的展示 要不就是中文最多就是還有英文 所以那時候在台博館 那時候我們的陳館長也很支持 就開始推了這個新住民的服務大使 那也因此後來就開啟了跟當時的四方報一連串的音樂 在裡面辦了很多這個好幾次的 有關東亞裔的出去的活動 包含這個移民工的文學獎 但是我想林務局再一次跟我們這個 我們協會合辦的這個移民工文學獎 據張登老師自己的說法 他還是覺得這是一個很跳空的 這是那時候他跟我講的 那我也這邊跟大家分享 為什麼當時會有這樣的機緣 因為可能在座的朋友也有注意到 在這幾年開始有一些東內亞的移工 特別是失聯的一些移工 涉入到台灣森林的盜伐案件裡面 其實在我們的很多的領管處 他們在我們的很多巡山員 對這些問題也很頭痛 那我們也發現到 其實有一些移工他們可能並不知道 在台灣去砍伐這些領務 會受到非常重的情報的懲處 包含坐牢 因為我們有一些個案 透過訪談 發現到說 他們不知道還會嚴重到坐牢的程度 所以我們就很希望說 可以把一些資訊 讓這些移工朋友知道 即使可能是失聯的這些移工 所以在應該是在今年初吧 好 就請同仁找張正老師幫忙 因為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協會長期跟這些移工的團體 他們有非常多的網絡 或者是都威脅這些移工常常聚集的場域 把這些訊息傳播給他們 那沒想到就是這個談著談著 竟然就說 那要不要來一起合辦 合辦這個今年的文學獎 那我們當然也覺得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就是我剛剛講 這個可以讓我們 可以深耕跟中南亞藝族群的網絡 可以幫我們很多的訊息 即時的傳播給這些朋友 那第二個 其實我想我們台灣在過去這幾年 推展所謂的一些南向 那在林務局所屬的一些森林遊樂區 總共有18個森林遊樂區 那有一些森林遊樂區 比如像阿里山 阿里山國家森林遊樂區 在過去這幾年 來自東內亞的這些觀光客 也很明顯的成長 就以去年為例 就107年為例 就有差不多4萬5千人 那像越南有8千多人 最多的是泰國 有2萬多人 而且很明顯的在逐年成長 所以我們也希望藉由我們這個文學獎 這些文學獎呢 我想都是攜手 尤其是從去年開始 主辦的區域呢 來擴及 從台灣擴及到新馬 港澳這些地方 那其實這些高手呢 他們也擁有很多所謂的粉絲 但是我們也希望說透過他們的筆 可以把台灣的這些山林之美 或者是這些很棒的景點 推薦給海在東內亞的這些同胞們 所以呢 我們就很大膽地 來跟這個協會一起來合辦 這次的第六屆的公文學獎 那現在是正式的真文開拓 我們到今年9月29的時候會頒獎 所以我們也特別把頒獎典禮呢 拉到阿里山國家森林二區 而且不只在國家森林二區 是搭乘我們台灣的這個阿里山提出 就是搭到奮起湖 再從奮起湖呢 阿里山森林二區去看什麼 我想把我們 台灣非常有代表性的一個 兼具生態兼具文化 的一個景帶 風景軸帶來 讓這些得獎者能夠 親身地去體驗 體驗 領略 再透過有機會透過他們的筆 也介紹給所有在東南亞的朋友 所以很高興 把領略局成為這次活動的核辦機關機 也祝福我們的這個增見非常地順利 可以徵求到非常多很棒的這個佳作 也祝福我們的這個獎項 能夠明年9月順利圓滿地搬出去 最後祝大家身體健康萬事無益 謝謝 接下來我們要邀請共同主辦單位 中華外籍配偶 暨勞工資深協會創會 創會理事長潘存榮 潘理事長 讓我們邀請潘理事長 哈嘍 大家好 好 真的原本沒有說要上來說話 但是也是剛才聽了局長這樣子跟我們分享 覺得有這個機緣能夠再一次的碰到大家 既然今天已經啞嗓了 就還是很開心的跟大家來分享這樣的一個活動 那基本上多元文化的融合 一直是我們在這片土地上 大家能夠有心有力 就共同希望來促成的 那麼我在三十多年前呢 就從廣播開始製作了 泰語、印尼、越南、菲律賓語言的這個節目 當初我想應該也不知道有誰會聽這樣的一個節目 結果在節目播出之後 受到了非常多的回想 讓我嚇一大跳 那就從這個泰國勞工來說好了 因為他們是我們移工來到台灣可以說最早的一個國別 那麼當然他們來自比較熱的地方 所以在冬天的時候呢就很難適應 那在節目中就經常聽到他們說 是否能夠有厚的衣服啊 或是棉被啊 因為他們覺得在台灣冬天很冷 我就覺得很新鮮 原來在我們這片土地上 有些人他們其實並不是那麼容易地在這裡融合在一塊兒啊 除了這個以外呢 之前也碰過就是他們來這邊碰到地震啊 很多人就要解約 因為覺得好可怕啊 為什麼來這邊工作有這麼可怕的事情啊 很多很有趣的事情啊 就一通一通的 有的是這個透過信件啊 那最早真的是從寫信開始啊 跟我們分享他在台灣的生活經驗 欸讓我覺得說原來有這麼多人 其實他需要資訊啊 那在那個時候呢 資訊並沒有那麼容易取得 那廣播就變成了一個很廉價 而且很方便的資訊取得的來源 然後從這個泰國之後 我們又做了這個塔卡洛語言的菲律賓節目 因為我們知道菲律賓的移工朋友 基本上他們的教育程度都很高 很多都是大專學生來到台灣工作 基本上他們英文都是OK的 所以在很多像這個新竹的科學園區裡面 他們都很喜歡用我們菲律賓的朋友 那我們那個時候 為了希望讓他們覺得 聽到的是原汁原味的 這樣的一個資訊平台 所以我們是用塔卡洛語言 來節目中做一個傳遞 那我們今天也有菲律賓的朋友 我記得以前我也都不曉得講什麼 反正每次就馬步骸什麼之類的 然後覺得菲律賓人也很high 這個主持人也是都蠻high的 然後菲律賓朋友就變成假日 他可能去做禮拜 然後順便也聽聽廣播 我就覺得說做這個事情好玩 有意思 而且被人家需要 我的價值感就油然而生 就這樣子泰國菲律賓 然後越南印尼 是這樣的一個順序做下來 結果做了以後 從當年的這個20萬外籍移工 到現在60幾萬 這個其實是越來越多 而且大家也越來越習慣 因為以前沒那麼多 但現在你去公園 你去醫院 你去火車站 其實都會看到這些 可能膚色比我們稍微深一點的外國朋友 那我們是不是應該有機會接觸到他們的時候 把我們友善的這一面 能夠做一個傳遞 所以我想說 辦這個移民工文學獎 非常大的一個意義就是 以往都是我們在看他們 覺得他好像比我們黑 他可能語言能力在台灣 基本上可能溝通上 是屬於比較有障礙有困難的 可是有沒有想過 在他們的眼中 我們台灣人是怎麼樣的 也許他也覺得我們有點像土豪啊 或者是財大氣粗之類的 我不知道 因為過往 可能大家會覺得 移工是我們花錢請來的 那花錢的人就是所謂的大爺 會有一點那樣的一個心態 可是我覺得 慢慢有這麼多的NGO團體 有大家的這個加入跟關懷 慢慢慢慢的 大家的距離好像拉近了 所以我覺得很開心 我發現我們這些移民工朋友 不是我們所想的只會照顧阿公阿媽 其實他們有很多很會唱歌 有很多很會這個有多項的才藝 特別是像寫作 以前呢那個泰國勞工裡面 很多都是過去在泰國還是做通訊社的記者 來到台灣 這個如果碰到這個不平等的待遇的時候 有的時候也會用筆把他的這個遭遇寫出來 這個非同小可 所以我想說這個傳播是無遠佛界 我們的一個不經意的一個眼神 甚至於都會傷害到這些有心的朋友 所以我想今天我們有緣能夠席地而坐 坐在這個場地 讓大家來體會我們這片土地是有包容性的 無論你來自何方 不管你是我們的移工朋友 或者是現在我們的新住民朋友 新二代朋友 我們都很歡迎大家 只要你在這片土地上做好你本分的工作 我們都歡迎您的加入 那今天這樣的一個活動 移民工文學獎 當然就是希望在這一屆 我們有看到更多更好的作品 去年我們已經開放了更多國別的朋友能夠參加 那今年我們的參賽的資格也更放寬了 目的就是希望有更多人提起筆來 或者在手機上就能夠分享你的生活經驗 題材上的範圍也非常的寬 那今天既然在這個風雨中 我們來到這個場地 也許你的周圍或者是你的鄰居 家裡有外籍的移工朋友 或者是外籍看護工 那也麻煩你們把這樣的一個資訊告訴他們 讓他們透過筆發書一下想法 說不定也就得到了這一次的獎 因為我們獎金也蠻高的蠻誘人的 只有希望我們分享這個訊息 希望有更多好的作品 在我們這一屆的移民工文學獎能夠突出 好在這兒我們也希望這次的活動 能夠順利圓滿成功 也非常謝謝林務局贊助這樣的一個活動 而這一次呢我們還可以到神務局面去頒獎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聽起來就非常棒 很有願景的一個事情 那我覺得非常開心能夠參與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也謝謝台灣女士長 大家常常在說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 可是呢運用文字的魅力來自於人的戰量 其實我覺得呢 剛剛潘女士分享的非常好 透過文字的魅力 透過語言的表達 我们可以跟更多新住民朋友文化上的交流 我们可以打破更多的繁离 我们可以有更多的理解 跟更多的同理 或许他们在台湾不再会是极有的 首先我们要先请陈方明成教授 跟大家换一换手好吗 等到高中生活会赶到现场 接下来我们要邀请今年的决选评审代表 让我们来邀请小林老师 这个空间比较窄 我刚才前面大家会讲话 我可以会讲 大家好 非常好 林先生好 杉正 杨宇昌 还有那个陈方明老师 大家还有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们非常高兴在第六节的时候 加入这个大家庭 其实台湾最大的问题就是酮跟毒 我在很早以前就有朋友讲说 其实酮跟毒不用担心 因为可能我们下一代小孩长大的时候 他可能会跟菲律宾跟印尼同一 因为他们重要是被他们照顾的 事实上我们老一辈的女辈也被他们照顾的 我实际上有个画面很好笑 然后就是到医院区 一大早去医院看到一个老伯伯推着轮椅 要去挤救 后面有一个好像印尼的朋友推着他 然后一个满头大案的人看起来杀儿子 他们冲进医院挤救的时候 医生说我会问一下他的病情 他上一次中梦什么时候 他儿子就问后面那个印尼的朋友说 他上次什么时候 他就用国语讲说三个月前 然后那个时候怎么样 他儿子又问他印尼的朋友说 他后来怎样 我在旁边看到好想笑说 我们台湾人其实从出生开始到死亡 这么重的阶段 都是靠东南亚的移工移民朋友来照顾 所以我们的下一代要选择统一的时候 他一定会选择这个北里边印尼 东南亚来统一 因为语言也统一了 文化也统一了 一切都统一了 这是我当时 一二十年间这种感觉 然后 我们每次台北市对外 说台北市最伟大 另外恐怕就 我们的科斯达女士队最爱吹就是 我们是个友善的城市 我们可以有全世界最多的那种同志游行 我们可以有很多很多的 那个不同的移工移民来台北 然后选择不同的宗教 然后可以膜拜各种不同的宗教 完全完全没有一点点违和的感觉 这是我们觉得台湾最大的一个 目前最大的资产 那选择林物局 虽然刚刚刚讲的是一个 道法的那种好像比较负面的开始 事实上林物局也蛮适合办公宗 是因为刚好台湾最大的资产 也是多元的那个植物 那个台湾的那种动植物 各种东西在台湾的 宅宅的这个小岛上是全世界 非常多种类是最密集的 绝类啊等等 还有冰河的一些遗迹 所以台湾最珍贵的法是 多元文化来到台湾之后 然后在这边融合 从石、衣、住行都一直在改变 这才是文化最伟大的地方 我昨天晚上写作 雪大路两三点钟睡觉 还没写完 刚才我提前一小时来那边 我躲在那个角落里面 已经写完一篇文章了 我真的是这样写作 那我那篇文章叫什么呢 叫做《暴风雨中的家人》 那篇文章我写的是 我跟我的孙子孙女还有了 儿子媳妇到日本去旅游的一段画面 在暴风雨中 我的儿子跟媳妇还有孩子还想要玩 就暴风雨中他还在雪地玩耍 我远远的看到他们 那个影子很小 我就想说 我没办法陪伴他们走完人生的全程 因为我年纪蛮大的 看到我的孙子才六七岁 我想我就写那种 远远的看这一家人 其中一个是我儿子 一个是我媳妇 两个是我孙子 我远远的看到他们在 小律中玩 他们是一家人 可是跟我有关系 那我没办法陪伴他们到人生的最后 可是我们就是一家人 那今天来到这里我觉得我们的所有的移工朋友 移民工朋友 其实来到台湾 真的是变成我们的家人 他给我们带来是很正面的东西 因为台湾最缺乏的就是 一种文化的交流跟 尊重跟平等 那我想台湾人已经普遍的开始了解 所有的移民工从以前过来到现在 对我们台湾文化的影响 还有对我们台湾 刚才我讲到的一些照顾 还有出生到老的照顾 对我们那么多的贡献 我们早就是一家人 所以写作选择写作为一个 了解移民工的那种 的方式我觉得是 我非常敬佩张正 还有 邀雲璋 这对夫妻 他们两个我 原来不认识 可是朋友之间有些人会拍 纪录片 拍移民工的 或者是做 做一些调查 比如说我现在 我在监制了一部电影 也就是以移民工 为题下的一部电影 然后我的朋友已经拍 配备了一些幸福地图 每次在这些朋友之间 他们一直聊到这对夫妻说 那这对夫妻都蛮了不起 他们花了很多时间一直在做这个 大家比较觉得蛮冷门的 这个移民工的一些 阅读报纸杂志 还有这些半个文学奖 我很有幸的在去年遇到他们 也是在一个颁奖典型上 他们终于获得了一个 那个疫情奖 那我觉得 他终于要求我当评审 我想了好久 第六届的终于轮到我了 我现在都要找这么 这么资深 或者是有名望的人 可以当评审 我今天终于有机会 可以当评审 也成为这个家族的一员 其实我抱着非常高兴 和欢喜的心情 尤其是 又是林务局主办 我跟局长也很早就认识 我们很有缘分 我之前在国务港 就认识 我到林务局 我正好是生物系毕业 所以我看到 只要看到那种植物什么 我就觉得也是我的朋友 一种清洁感 真的像家人一般 所以心情上非常快乐 我期待阿里山那次颁奖 谢谢 谢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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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真的说得很棒很好 因为我觉得台湾最棒最棒的就是台湾的多元 以及台湾强大的包容力 接下来我们要邀请移民工文学奖发起人 同时也是我们第一届决选评诚陈芳明陈教授 让我们掌声欢迎陈教授 谢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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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来我学校 然后说要发起这个移工文学奖 我说这个是最好的构权 非常好的构权 那我一赞成 他说那你要提出那个声明 然后要去文化部申请请这样子 我才知道我那时候我的功用才发挥出染这样子 我没有想到他可以办那么多 真的没有想到 因为当时就是说他走一步摔一步这样子 可是居然到今天还坚持下去 而且已经变成台湾文学的重要特色 因为我写过台湾新闻询史 我曾经讲过就是说 台湾可能是整个华文世界最丰富的地方 因为它不仅仅是汉人在写 原住民在写 人性在写 人性在写 同志在写 现在又有移工他们在写 那当然每个不同的语言表达出来 我们把它翻译成中文 可是这些表达出来的各种感觉 就是台湾的感觉 你缺了这一块 你就失去了我们对台湾的体验 因此呢 我一直都觉得说 我有义务 要帮助这个文学奖继续走 所以他跟我讲说 今天要开戒指章代会 我都话不说 我就说我就答应了 可是我后来有点后悔 因为我是晚起的 所以刚才又坐了计程车 到了那个巷子 他又要把我弄错了 所以也 不过好事本来是多梦 好事本来就是多梦 我当然也觉得 台湾真的是一个很健康的地方 刚才小伙演说我们台湾 从2013开始 其实就是台湾各种天气都有 从航代一直到雅鹤代 全部台湾都可以感受到 那么人口也是 台湾是整个中国的人口 各种各种人种都来台湾 他们文卫照料都来台湾 那现在我们不仅仅是 除了汉人之外 除了原住民之外 我们还有更多的移工进来 一个社会的文化能够蓬勃发展 是因为它开放 它能够接受不同的思维方式 那 那我们今天台湾社会可以那么进步 移工对台湾社会的贡献太大 那应该要让他们有机会讲话 让他们讲出他们内心的各种感觉 他们甚至被欺负的时候 他们也可以写出来 我觉得我们在谈公民社会的时候 不要常常讲就是说我们是公民社会 我们必须要看公民里面的内容是什么 那移工文学奖就帮我们填补了这一块 这个区块就是 这是我们这辈子不会到达的地方 因为他们写出来了 把我们带到那里 文学的利害在哪里 文学就是把我们带到我们这个 这一生命中不能到达的世界 这是文学的力量 所以移工文学奖在这个地方 就呈现了我们台湾文化 台湾文学的多元包容 还有它的旷阔 那这个大概就是作为一个文学史的研究者 我从这个观点来看来说 我必须向来台湾辛苦工作的移工 对他们表示最大敬虑跟谢意 每一次我经过台北车站 因为我最近常常 我现在已经变成全国部分区了 到处都要去演讲 对不对 可是每一次都去台北车站 就看到那么多的移民移工 就是坐在那个地板上 我就觉得好温暖 他们去 他们离开自己的家乡 然后来台湾工作 他们终于还是有一个地方可以相去 曾经有一度好像台北车站想要把他们驱赶 我说我后来发表一篇文章 我就说不可以这样做 这是一个公共场地 所以所有的人都可以来 为什么要把移工赶走 后来台北车站改变政策 那这个大概是最美丽的风景 其实就在台北车站 因为在那里我们看到各种不同文化的穿梭 我们都可以遇到 我看到那样的景象的时候 我也觉得说台湾的国民社会 台湾的民主文化 事实上不断在扩充 不断在扩张 而且内容越来越丰富 这是我很期待的 而我们今天已经开始到达第九届 第六届 第六届 幸好我长寿了 所以我也看到了 非常谢谢各位 谢谢 接下来我们也要请2018年澳门特别奖得主 曾卫林真先生 上来跟我们分享几句话 谢谢 大家好 今天很开心可以来到这里 然后参加今天的记者会 那我是去年第一次参加移民公文学奖 然后也很幸运得到了澳门特别奖 那今年是移民公文学奖 迈入第六届 然后我也知道就是今年也扩展到很多国家 像是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等等 那我是移公 就是我曾经是移公 我身家也是移公 但是我一开始是对移公 就是没有很了解移公这个主学 而且也就是没有去想象就是我们的处境是 我们的处境是什么 那直到我来到台湾的时候 我才发现原来在不同的国家 然后不同行业工作的外来工作者 他们都有不一样的经历跟体验 所以说移民公文学奖 所以说移民公文学奖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平台 因为它可以让不同国家的移民公 来说出他们的行程 和写出他们的故事 也可以让社会大众知道 虽然同样是出国打工 但是在不同国家 而且做不同行业的移民公 他们都会有不一样的经历 那最后我也祝第六届的移民公文学奖 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谢谢 这感觉听起来好像是使用者的使用心得 我跟我们分享 使用移民公文学奖得奖之后的心得 最后 那我们邀请移民公文学奖 主要请人张震老师 掌声欢迎 其实我觉得我最重要的挑战就是感谢 非常谢谢 理长老师 理事长 还有很多好朋友 来我没有办法11.0 我觉得我最后讲 呼应一下前面 如陈老明老师讲 真的我们每一届都不知道 会不会有下一届 所以也不见得有17届 大家也不用特别期待 哈哈 我们真是每一届 就 其实都会有人问 那下一届呢 下一届不一定 因为我们的所有的经费都是 每一届半晚 从头再开始一次 那好像拍电影那种 就是突然死掉了 会不会醒来 不知道 可是我感觉好像我又在说谎 因为我们每次都醒来 每次都拜 我觉得这个 某程度也是移民公 移民移工 或者这个文学奖的特性 就是我们其实是不太知道 下 不太敢确定下一届是怎么样 比如我们在这边找 确定场地的时候 大家待会一定要出去看一下 我们 对我们就没有料到 这集有点 就是没有料到 下雨 昨天看还说今天早上不下雨 结果就下雨 就是跟移民移工的 面对的状况很像 就是你不知道下一步 会怎么样 那我们尽可能做万全的准备 可是万全就是万 就是很难真的万无一失了 所以我现在比较担心 我们九六十九号在阿尔山 好我们再来集气 第二个移民公文学奖 和移民公 我觉得另外一个特色是多元 第一个特色是变动 第二个是多元 包括今天在座的 有老中心各代 有各国别 有各个身份的人 包括我们的评审 每次也都特别邀请 他要文学界的大咖 也要大咖 也要赠助那个 评审的那个团 可是我们也会要有特别 不同的角色 搞电影的 搞影像的 搞出版的 然后尤其像这一届 这两届 我们一位扩展到日本韩国 还是新加坡 香港澳门 所以我们的诀审评审 也都要从那边邀请过来 那这一届 而且我们还有不同族群 另外一位决演名称是夏曼兰波安 他是代表原住民的生意 那另外邱树伟老师 他是专专业日本 他在日本留学 所以我们这次向日本针见 就有一个比较有底气 因为我自己对日本也不是太熟 然后还有香港 香港就是我们找了陈如真老师 他在当地当乙工 他去那边教书 就是当地的乙工 他跟当地的乙工社群也很熟 另外还有张景中老 张景中老师 他是马化文学界 所以他代表 负责 马来西亚新加坡 那这个是我们的多元的一个特色 最后一个特色是 就是我们想让没有机会讲话的人讲话 那这个一个目的是 让今天没有机会讲话的人 有机会说话 另外一个其实也是让有机 常常说话 或者在主流社会的朋友 听到这些人的声音 那移民工委员长一直都希望这样说 可是这个的确就回到第一点 如果我们也不敢说 下一届就会有了 那在这个机会 我们刚好也同时出版了一个 昨天才印好 这个真的是很难说话的人说的话 这个跟移民工委员长有一个关系 这一本书的作者叫做 东南亚在台受刑人 他们都是在台湾正在 或者曾经在台湾的监狱里面的朋友 那他们也都有投稿 我们这今年第六届 前面五届其实他们都有投稿 可是 当然不一定能入围 因为我们竞争非常激烈 我们去年五百多篇搞 才选出不到十篇 就包括这样 很厉害 其实是杀 不是杀掉 就是拍 赢过了五百多个人才能得奖 那这些秀行人 虽然他的故事都很很沉痛 我今天早上才又再看两天 其实有点不忍住 看一片就很难过 再看一片就不行了 开始就会 这本叫做《家》 《家所的家》 他大概有点双关语 就是他又想家 可是他被困在异乡的监狱 那个 我相信在座的都很难想象 这个事情 但是我们给他一个副标是 关不住的灵魂 暗夜的光 就呼应 前面老师讲的 就是文字 也许可以带给他 最后可以给他一点点希望 那 最后就真的再次感谢各位老师 各位好朋友 来共同支持这个奖 那我们不用特别期待你 我们把今天办好的事情 谢谢大家 谢谢 这场记者会呢 即将圆满的落幕 但是在这最后 还是跟大家呼吁一下 透过文字上的交流 文化上的交流 我们打破偏见 我会发现 其实我们以为的 我们以为 其实都不是真的我们的以为 所以呢 邀请大家 把这个资讯 我们移民工文学奖的这个 这个真见资讯 分享出去 透过媒体记者朋友的力量 以及透过网路上的力量 以及透过现场所有的朋友 老弟一老板 阿公一老板 随便啦 反正呢 把这个资讯 尽量尽量尽量的分享出去 让我们现场 或者是在台湾的移民工朋友 都能够得到这个资讯 让他们拥有 发生的这个潜力 那我们 今天2019年的 移民工文学奖 开跑记者会 我们正式落幕 感谢各位 今天我们要邀请我们现场的 与会贵宾 来到台前 跟我们一起合影留影一张 那稍后合影结束之后 我们